争议数个月的美牛争议 这回总统终于拍板定案 设了四个条件 哪四个条件还有16字箴言 包括像是安全容许 还有牛猪分离等等 到底是什么意思 带您来追踪 行政院火速拍板定案 朝有条件开放美牛镜头 消息一出 民间团体率先用激烈行动 表达抗争 美牛是不是有承受很大美方的压力 你看看好像很反对 但要降低民众对瘦肉精疑虑 行政院也刨出四大项16字箴言的通关密语 这么说要开放美牛镜头 但是要符合这四大政策方向 像是瘦肉精必须要在安全容许的范围下 但标准这些在哪 想出配套措施了吗 但像是现在只通融牛肉进口 猪肉含有瘦肉精是不允许进口 现在法规上虽然本来就禁止 美国的内脏进口 但是像是这些包装 以后不管是生牛肉还是熟牛肉 都必须强制标示它的出产地跟提醒标语 但是这些2.5pp 还是没办法保护到有心脏血管疾病的人 甚至小医18个月的婴儿 现解剂的四大条件虽然还没正式开放 已经令学者专家忧心忡忡 未来四大政策方向还要配合食品卫生管理法修法 朝野能否达成共识 解禁的时间表也还没谱 要稳定民众信心指数 考验着政府的应变能力 曾经的陈金炫周一的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